非常生活非常美好 我是秦时月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款 这个平安小兔子的勾法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小兔子的嘴巴 鼻子 然后这两个就像小菠萝花一样 它是它的眼睛 然后它就是脸部 然后有分开勾制的 这个小兔子的耳朵 好那下面我们开始 下面我们开始 这里呢我还是用蕾丝线走 也是2.0毫米的勾针 5号蕾丝线 我们先手指绕线 环形起针 在这圈里面 先勾出三个辫子来 然后继续绕线 在圈里面勾长针 好 勾完之后勾两个辫子 继续勾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勾到这里就停下 然后继续绕线 再勾出一个 勾两个长针的并一针 勾完之后勾三个辫子 继续在这圈里面 再勾出一个长针来 长针勾完 三个锁针 三个辫子 又开始勾两个长针的并一针 勾出一组 勾完之后继续两个辫子 还要勾出一组来 好 勾完之后 拉一下这个线头 其中有一根是活动的哈 我们就在拉这个活动的 我们就在拉这个活动的收紧 再拉线头 开始勾下一圈 这里呢就不用引拔哈 三个辫子 反转 反过来 还是在两辫子这里哈 勾出一个长针 继续一二 要勾出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好 勾完之后 继续两个辫子 在三辫子这里哈 勾出三个长针 每一个长针 中间用两个辫子间隔 两个辫子 一个长针 然后中间一长针上面哈 我们还要勾出一个来 还是两个辫子 一个长针 中间长针上面哈 还是勾一个长针 勾完之后 两个辫子 继续在三辫子这里 勾一个长针 两个辫子 一个长针 两个辫子 也是勾出三个长针 勾完之后 两个辫子 继续在两辫子这里 勾两组 未完成的这个长针的辫义针 中间呢 也是两个辫子间隔 再勾出一组来 好 这一圈完成 好 开始勾下一圈 三所针 反过来 这里哈 永远是 一个长针 两个辫子 然后两个长针的并一针 好 两个辫子 长针上面勾一个长针 两个辫子 下一个长针上面还要勾一个长针 两个辫子 又是一个长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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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个辫子 三个长针之后啊 到了中间这个长针上 我中间呢 我勾出一个长针 三个辫子 继继续返回到这里哈 还是在这个同一针里 再勾出一个长针来 然后后面呢 继续 重复 刚才的勾法 一个长针 两个辫子 长针上面 跟长针 两个辫子 那辫子 又到了边缘这里哈 还是勾两组 两个长针的辫一针 中间两个辫子 再勾出一组来 用三所针 反过来 一个长针 两个辫子 继续 还是在这里面哈 勾出两个长针的辫一针 这里要勾三个辫子哈 三个辫子 长针上面 勾长针 三个辫子 三个辫子哈 长针上面勾长针 继续 一二三 好了 到了中间三辫子这里哈 我们直接勾出五个长针来 五个长针 之后又是三个辫子 然后又重复刚才的勾法 还有倒回去哈 长针上面勾长针 两个长针中间呢 用三辫子间隔 边缘呢 还是这样的勾法 两个未完成长针的冰一针哈 好 继续勾下一圈 三个锁针反过来 一长针 两辫子 还是在这里面 三个锁针 长针上面 还是勾长针 一二三 一二三 长针上面勾长针 又勾出了三个长针 好继续三个辫子 又到了中间五长针这里哈 五长针这里呢 我们还是 勾针绕线 长针上面啊 直接勾长针 中间一个辫子间隔 一个长针一个辫子 一个长针一个辫子哈 提供要勾出五次来哈 因为有五个长针 好 勾完之后 三个辫子 大家把这一侧勾完 开始勾下一圈 那这一边和这一边都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是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以三个辫子 起一针开始的 然后呢 这里就直接勾两个为完成的长针 便宜针 中间两辫子 再勾一组哈 三辫子反过来 继续勾一个长针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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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三个辫子 长针这里 勾一个长针 一 二 三 下一个长针上面 我们还要勾出 一组 未完成的长针 再勾出一个 便宜针 中间两辫子 再勾出一组来 一 二 三 长针上面 勾长针 一 二 三 第一个长针 五长针这里 勾到了 第一个长针这里 要勾这个 两个长针的便宜针 一个 两辫子 好 一 二 三 中间 我们找中间 一共五针 我们再 一 二 三 我们在第三针和第四针中间 直接在第三针中间 勾一个长针 在这里 在第三针 勾一个长针 勾一个长针 勾完 三个便子 又在最后一针里 两个长针 便一针 中间两辫子 再勾出一组来 好 勾完 一 二 三 三便子 然后又重复这样的勾法 这边的勾法 大家把后面的勾完 这里勾一个长针 看一下 勾一个长针 然后再勾一堵这个花形 又是一个长针 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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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